朋友们 此刻呢 我已经把这个钥匙给拿上了 大家看看这个车的细节吧 过年前 通过网上司法拍卖的途径 经过多轮的竞拍 拍到一辆银行的运钞车 因为临近过年 就没有去提车 现在年过完了 马不停蹄 坐着火车 就来到了山东的济南 我是昨天晚上两点钟上的火车 一晚上都没有睡好 火车内人比较多 非常非常的热 并且火车里的味道非常不好闻 运钞车的具体位置是在济南下面的一个县城 到济南之后 我还不能着急 我还有将近100公里才能抵达那个县城 火车之旅就结束了 火车之旅就结束了 现在我要找个搬车坐到济南那个县城上去 这火车站对面济南广场汽车站 也不知道有没有 网上查的好像没有 去看看吧 刚刚在门口问了一下啊 他说他也不知道有没有 让我进来问问 问问吧 问了一下 没有伤痕啊 刚刚又查了查 问了问人 去那个贺运总站坐这个搬车 现在坐上公交了 在一kennt里面的火车站 地铁挤轮路站 到了 到了到了 现在回客口门 这个不高 高 我都 view 飘也买上了 走 山河 从这里到山河80公里 飘价的话是25 还可以了 这边的天气也不错 大晴天 这一箱我都抱过来了 就这些 就这几个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 看了不要也没事 这里面什么样子的 这么大 一块一块的 蜂蜜带着芝麻 车站说是这边的特厂 买一个尝一尝 下车再吃 我坐车的话有点晕车 出发了出发了 去到山河 我们看了 这家伙伴人 在山河 坐车 在山河 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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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点20坐的车 现在是10点半 开了一个多小时 在车上还睡了一觉 睡了一觉就不晕了 这个地方天气比我们家好 温度的话比我们家也高 马上就要到了 要见到我的运钞车了 心里非常的激动 并且心里非常的忐忑 因为车况什么样不知道 不知道 我已经看见我的车了 就在那里停着呢 因为我看到牌照 我看到牌照就那样白车 大家看看 在银行的院子里停得好好的 这车可以挺大的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的第一辆车面包车 也是通过司法拍卖的形式买来的 当时也是图便宜 买这个车说白也是图便宜 刚刚进去问了一下 他告诉我直接走这个最大门 直接进去找那个负责人就行了 从这里进 朋友们 此刻呢我已经把这个钥匙给拿上了啊 大家看看这个车的细节吧 大家看看啊 车上呢已经没有字了 这个吊漆啊 吊得还是挺严重的 看看 很严重 然后刚刚试了一下啊 这个是打不着火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个保险杠是依旧的结实啊 真的结实 仔细看一下这个车啊 是相当的破 看这个漆一扣就掉了 那直接就掉了 我刚刚看了一下 就我那个车的监控啊 已经被拆下来了 看这个车后面一个监控 这侧面有一个 前面有一个 那个圆的 一共是四个监控 但是我那车上一个都没有了 包括前面还有一个屏幕都没有了 这辆车也是啊 都有监控的 再看看我这个 这里现在成一个洞啊 然后这后面也是一个洞 这边呢也是个洞 这边应该是净水吧 这还防水胶布 粘住了 包括这里边 这屏幕也没有了 都拆光了 我刚刚把这个漆啊 又给抠开了一些 大家看看 这里边也是绣的啊 估计这白漆里边都是绣的 只要有这裂纹的都是已经 水已经渗透过去了 这要绣穿了呀 朋友们 会不会绣穿啊 真的不敢仔细看 你看看这个车的裂纹 包括这里 这一抠的话全部都要掉下来啊 包括上面也是 你看上面 朋友们我呢是不怎么懂车 如果说我要是买车的话 就看到这样的车 那我是不会买的啊 真的不会买 你说这个车才六年的时间 它为什么起这么大的皮呢 比我手掌还要大的皮 它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不知道咋回事啊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这风吹雨淋也正常啊 每个车都是停在外面的 那我看人家十几年的车 也没有说起皮 形成这个样子的啊 哎呀我这心里有点难受啊 这起皮起的太严重了啊 之前拍卖的时候 看那个图片啊 也没有说看得这么严重啊 图片无法表达它的严重性 只能这样说 哎呀这真的是 买了个垃圾车 报废车 我现在就想赶紧下一场雨 看看这个露不露 不知道露不露 这个钥匙插进去时候 这不显示啊 然后再也拧不动了 当时拍卖的时候啊 有两辆一模一样的 那辆车已经开走了啊 然后这里银行的人就说 也是修理工过来 把它给维修了一下 才能开走 我现在就想赶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